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离开图文巴了 访问了中国 经过香港 新加坡 在新加坡讲了五天经 住一个星期 昨天晚上回来 这一次 总共差不多是有二十天 离开了二十天 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过地的同学 都能够很认真努力在学习经教 在认真念佛 这是很好的一桩思绪 那么从世界各个地方传来的一些灾难的讯息 我们很冷静地观察呢 灾难肯定是有 很难避免 这个灾难不是上帝神对人的惩罚 不是这些 我们也认真努力 我们晓得呢 这是一切众生共业所感 人的思想不善 行为越轨 才是造成灾难真正的原因 那么我们前天 我在新加坡 有一位同学送一本书给我看 《圣经密码》 我看了这个 因为这个以前我曾经看过 他告诉我 他说跟以前的不一样 我仔细一看了 他是第二集 以前我看的是第二集 第二集呢 就是讲911以后的事情 他们在圣经里头发现 连这个SARS都在这个圣经里头 而且的时候 这本书最后给我们做的结论 是在圣经里面的预言 就是从明年开始 2004年到07年 很可能发生世界大战 很可能发生这个核无的浩劫 但是我们要记住 他的话是核的不是死的 是有可能 有可能 那么也是劝导 积极地劝导我们 要回心灵向善 这个确实是由科学做证明的 你看人行善能改变环境 这个江本圣波斯的事业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你看人行善 这个水的洁净多么美 人行不善 这个洁净非常丑用 从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明了 佛在经上所讲的 一切法重新向善 所以上一次 新加坡有一个局势 到这个地方来 他也是好几个鬼神附神 不是一个 这边同学你们都看到过的 我还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他头一天到这来 第二天就回去 特别来报信 灾难就在眼前 要我们自救救他 我看到你们同学 从他的这个录音写下来的这个记录 他说这个道场里面都是善人 这一句话我们能承认 我们这个道场人实在讲 没有智慧 也没有能力 但是没有害人的心 是个善人不错 所以他又再说 说了十几个真诚心 这个话重要 我也有真诚心念福 求忏悔才能救自己 自己得救就能够帮助别人 那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自己救不了自己 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帮助别人 自己真正得度了 断卧修善破迷开悟了 这样一个人 这是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 祝福忽念 隆天善生保佑 那么你住在这一地方 这一方的人不遭难 这是肯定的 所以自己得度才能够帮助别人 自己要不想得回头 还要造作物业 还有不善的念头 那自己度自己度不了 也帮助不了别人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那么有人 这个也是临媒传递讯息 大灾难当中 在中国 冬天陌山是最安全的 那我想想 冬天陌山为什么最安全 每一天有四五百人在念福 日夜不间断 就是这个道理 这在中国还找不到第二个道场 这个地方的时候 五六五百多人 五百多人天天念福 就凭这个 那我们这个地方念福堂建成了 这个也希望在这边的同学 日夜不能间断 我告诉大家的时候 整天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的时候 赶紧上念福堂 尽可能的不要打妄想 尽可能的不说话 从前夏林俱乐局师曾经说过 如果真正发心 不管修哪个方法 一门深入 放下一切万言 三年不讲话 一定会开悟 你们在这边可以试试看 心正定下来 心定就能开悟 当然这开悟呢 悟有小悟大悟彻悟 不一样 看个人的功夫啊 看个人的善根佛德因缘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理想修学的小道场 希望尽量利用这个机会 希望尽量利用这个机会 能够在这边常住的认真录地书 不能在这边常住的 大概你们来到澳洲 大概你们来到澳洲 澳洲移民局会给你三个月 那三个月在这个地方 好好念三个月佛 这个功德很殊胜 所以到这个地方来不要做别的事情 就是来念佛 那么有机会也可以听经 听经我们这边这个电视可以能够接收华藏卫星 二十四小时都不中断 所以要放下 不能不放下 时间太急迫了 我们不求避免灾难 我们要求往生 这才是真 那么灾难的时候 一般讲的时候 明年到07年的时候 大概是四年 四年时间 我们希望在这个短短时间当中 决定能够取得往生的条件 这样就行了 你说是到哪里去躲避 没有地方躲避 这是工业所感 但是一般来说呢 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澳洲灾难最新 什么原因 澳洲人造的一夜去 倒是在此 澳洲人一般来说的是很老实 没有贪心 没有贪心 知足常乐 这个国家也还不错 你看一直到现在 不发展工商业 工商业的忍物太严重 它一直走农牧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人居民不多 现在的居民也只有两千万这样子 所以物产非常丰富 农产物非常丰富 所以在这个地方 也都是真正有佛报 有善根福德因缘 才能到这个地方来居住 所以说 此地真地 在现前来讲 天时地利人口 通通通去除 这个语言很不容易遇到 所以定下心来地说 要好好用功 那么我这一次到北京 北京的活动 本来我是可以 不必参加的 为什么去一趟呢 趁这个机会 到北京去买书 充实我们的图书馆 那么将来在此地的时候 我们在精神上的这个资粮 有足够的供应 所以是最难得的是 这一次在北京 我们买到一套道藏 乳是道 这是中国的传统 我们这里乳有了 佛也有了 这个道的东西很少 所以这次能找到一套 道藏的经典 而且版本非常好 大概是清朝末年的版本 现状书 有这个函套 一共三十五函 非常难得 所以在北京有一个道长 所以在北京有一个道长 他知道这种事情 他非常欢喜 他说发誓 这个是神明保留在这里供养你的 是的 那么这一套书的时候 我们是从后柜 用后柜寄过来 还买了一些光碟 这个我是想的时候 我们开幕之后 把我们的温兴晚宴 扩大成温兴晚会 我们要正式走向多元文化的教育 我们的晚会是上课 我们有丰富的晚餐供养 也有这个讲学 这个讲时间不要多 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足够了 不能超过二十分钟 后面有余信的节目 所以我们买了很多东西 余信节目呢 那么播放这些音乐 这些影带 一方面呢 介绍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 一方面的是讲解 用英语翻译 讲解给大家听 都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那么这些文化遗迹 大概长江水坝建好之后 很多都淹没了 到现场都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尽量收集这些东西 那么这一次有一部分带来了 好像上一次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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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私好像在台湾也买了两套 是不是都带来了 对他给我买的时候那个八千里路云和月 还有什么大陆巡旗 都带来了 都带来了是吧 应该他们都带来了 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全部都撞向带来了 好 买四号 买四号是吧 好 所以这些东西也不长 一次一个小单元 拨拨大概是半个小时的样子 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中国固有文化了 这个这个这个 很有意义 那么西方东西我们也收集 我们介绍历史 介绍地理 介绍文物 介绍这些东西 这个都是属于正面的 所以这个城市 是个很单纯的城市 除了学生 土耳大人口八万人 四分之一的人呢 从事于教育工作 就是从事于教训 学校读 学生读 另外的居民呢 都是退休养老的 所以很单纯 并不复杂的小城 所以这个多元文化在此地 落实是很理想的地方 我曾经跟移民部长谈过 他也非常欢喜 所以他开幕这一次 他一定要来 而且的时候 将来推动多元文化的工作的时候 他要亲自参与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种事情 希望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对这个地方呢 能够做出真正的贡献 把这个小城呢 变成全世界 最善良 最温和 最能够互作互作的一个社区 给全世界 爱好和平的人 做一个样子 所以这个工作 如果能在三年当中落实 图红巴就变成世界 第一个和平城市 那么以后到这边来参观旅游 考察的人就会很多 所以你们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建五星级六星级的旅馆 确确实实实 到那时候会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地方 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做 我那天把这个想法的时候告诉部长 部长很高兴 非常高兴 这边其实大学校长都会配合 好 好了 现在这个 我看你们今天来的是从各个地方 上山来的 对 行思陪到大家参观我们的小道场 好 这个我们在计划当中再建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建好之后 我们的硬体设备就圆满了 就不再有工程了 不再有这个建筑这些事情 我们先都定下来 来学习经教 来念佛 来办到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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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